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他交朋友到他家里去 一去啊 我就看到他的这个地板他家里很大 某些地方有地毯 某些地方没有地毯 我很自然就问他 我说某某朋友啊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有块地毯 似乎会更协调一点 哎呀 我真是没有想到他是这样子的回答 他说你说的不错 我就是要在这里买一块地毯 但是 我们附近啊 我所看到的要么就是中东地方伊朗他们做的地毯 要么是中国大陆做的地毯 我希望的是我们台湾做的地毯 哇 你比我们还要更希望用台湾我们的本部话 哈哈 这个是 Your more royal than the king 这是一句成语啦 Your more royal than the king 哎呀 那我很感动 我就回来啊 跟我们大家同时商量 看看能不能够我们帮助他买一条台湾做的地毯 但是呢 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啊 没有结果 这个时候就这么巧啊 我们的五官处啊 新的空军的帮报 就是李柏伟来接这个林文理 这两位都是将军啊 我就跟李柏伟讲 我说 有这么这么一张事情 哎呀 他马上说 我真是没有想到他马上说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空军 中华美国空军 就是因为美国的高华的参议员 要把他的这个选区啊 爱卫松那州 让我们的空军去那边受训 才能够飞许多的美国制的先进的战机 所以高华的参议员跟我们空军的关系太一切了 现在他的法律顾问 居然需要地毯 台湾做的地毯 就这么巧 我新单来 我正好带了一条台湾做的地毯 他马上就叫他们这个国官处的行政官 就把这个地毯送到这位法律顾问的家里去 哇 我非常的感动 地毯不便宜耶 不便宜 谁帮助我们 我们就要帮助他 帮助他 所以 我这个故事在好多地方都讲述过 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国人知道 李伯伟将军做了这么一件善事 他曾经飞过U2飞机哦 U2飞机就所谓这个黑猫中队啊 冒过生命的危险 出生入死 就到中国大陆上头去侦测 他后来从军中他做到空军副总司令 退下来以后呢 到这个华市做做董事长 做董事长 他的家人也跟我的家人成为好处 但他做的这件善事也永远能忘了 以他自己私人的东西为了国家捐出来 这是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今天向大家报告 谢谢